大家好 我是老胡 现在我们停在Walmart这个停车场 昨天又来了一辆小的房车 还有那边一个房车 那个是拖挂 Walmart早晨是六点开门 晚上八点关门 这边还有一个电话亭 这贝尔的电话亭 现在很少用的 也很少见到的 旁边这个是回收箱 颜色分成三类 颜色不一样 黑的是废品 蓝是回收的 黄色是报纸之类的 这个箱子就是一些广告 免费的广告 比如房地产的 还有其他广告 这是投币的 买报纸的 这是一些输入座椅 显示价格 一把椅子 22块9毛8 就在Walmart旁边 皇家银行 皇家银行旁边 这个店一般买工作用品的 接着旁边就是一元店 当然里边的产品主要是中国产品 现在虽然叫一元店 但是里边的产品可不是一元了 这里放了一个集装箱是中国外运 是个不错的上一部地方 这是图满哪里呢 出了这片树林 看了这里一个像池塘一样的 池塘里面长满了芦苇 还是不错的地方 往回走了 这片池塘就在Walmart后面 这就是The Home Depot 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个店 它就是 所有家里 改造建设 所修认的材料 还有半成品 这里都有 都能买到 这在我们停房车的旁边 就是个宠物店 还有宠物店旁边 就是个电器店 电器店旁边就是一个肯德基 在中国有这个快餐店 旁边还有两个小店 这个是理财的 还有一个 CA就是脱车公司的 还有一个就是Subway 也是快餐的 好了 这片基本上都介绍了这些 包饺子 找了半天赶名棍 早上找到了不错啊 早上找到了 早上找到了 这么小的房子 你要把它睡到哪里去 真不好找 这是我的工作 他从来没有做都包过饺子的 享受 享受吧 这是第一次在房车上包饺子 看完小视频的 知道我们这包了什么馅的吗 嗯 问一问看 猜猜看 我知道的我不告诉你 第一点就让登记 拆着劲 对啊 你上午干嘛呢 包饺子玩呗 包饺子 哈哈哈哈 包饺子玩呗 在唱啊 三个年没用 你留下干嘛 这是啊 新歌是不会 还是老歌呢 他就会唱 冬花红 唱两句给你们听听啊 看看我嗓子怎么样 大家评 不敢放开场的场 因为在这个停车场里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设计 现在我们来到了营地 我们这边呢 是有两个位 我是60号 这一个 有凳子椅子 这里有水有电 这个是30安排的 但是没排污水 排污水是共用的 一进大门口一个排污 价格是72块多 你看这边都挺的拖挂 大部分是拖挂 他们有的就是大那个小帐篷嘛 排屋就排在那个地方 这个就是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后边有个孩子活动中心 这个游泳池是10点到6点 原来是几点盖住了 原来是10点到晚上9点 这边是10点 可以帮助 真的 对我们的电视频